姐妹们 年底了 去超市一定要小心 这件事情我本来没打算说到 但是没想到我身边也有朋友被坑了 所以我就想肯定有很多姐妹会跟她有相同的遭遇 今天我就打算带着你们一起去扒一扒卖珠宝的套路 走 我们把你昨天买的那个吊坠给我看一下 我天哪 来姐妹们 很漂亮的一个金香玉啊 你看下面它是全部和天玉 上面金子做的一个观音 拿在手上沉甸甸的 这一看就特别的奢华 很上档次是不是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买个这东西 这不是我买的 我抽奖中的 中奖啊 怎么中的奖呢 昨天我去超市嘛 它门口有那个抽奖活动 凭购物小票就可以抽奖 我想它不抽白不抽 我就抽了 谁知道中个特等奖 我这辈子都没中过这么大的奖好吧 特等奖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它全场的一个珠宝呢 它只收我10%的一个手工费就行了 一两万一两千就可以拿走 那这个花多少钱 这个标价是一万五千八的 我买花了一千五百八 一千五百八 对 那你觉得它值多少钱 我觉得这个上面一坨金的杂 也得值个七八千吧 还不算那个玉 那既然你这么说啊 姐妹们 你们是不是跟它也有同样的想法呢 那接下来 蟋蟀就把这一坨金子给它抠下来 我们再来算一算 它到底值多少钱 我们先想办法啊 把这个金和这个玉给它分开 用火烧一下 我的天哪 这一大坨金 我跟你说 它要是成金的啊 它最起码三十克 三十克按照现在的金价 一万多块钱啊 你这一千五百八买 那就太值了 那可不 哪还冒烟啊 下来了 看到没有 咋这样啊 你看 它就是一个和田玉 对不对 它这个是一个观音形状的玻璃胶 然后上面贴了一层薄薄的一个金箔 好可爱 这就是你在买的观音所有的东西 那接下来我给你一样一样算一下 它到底多少钱 我们先把这个金箔给它抠下来 终于扒完了 看到了没有 还没有抠干净 实在是太难抠了 然后你看 这么一点点金箔 先算一下这一坨子金 来 这个金是0.017克 我们就按它0.02克算好了 0.02克那就是八块钱 才八块钱 然后这个玉璃胶 它总不能算钱了吧 对不对 这个玉呢 它是真的和田玉 但是它是含料 含料不值钱 最多也就是十块钱 满打满算 二十块 那都不坑大了吗 这 我的天哪 是不是 对啊 姐妹们 这就是坑了中国人 二十多年的金箱玉 所以我建议以后是千万别买了 你看玉 它也是真的玉 金呢 它也是真的金 我们是真挑不出人家任何毛病 但人家成本就是二十来块钱 所以年底到了 把这条视频发给你身边的朋友 让他们别再被这种金箱玉坑了